全國正點 我們來看 為了麥克發聲像 苗莉台北領修貸政議 民進黨立委要拿出 土地領修貸政案 重大建設在領修貸政政 原來幾位是辦公庭會 現在就要辦有法律保障的聽政會 學者是非常堅定 苗莉台北領修貸政議事件 政府會受共行開於集產的衛兵 反其又對土地領修貸政議檢討 其中會發聲重大政議的原因 就是土地所有款民的意見 表達並沒有在當中心 儘管恨行土政法規定政府 在政修土地進行 應該故行共聽會 但雖然進黨立委政委 共聽會並沒有法律保障 應該替身為聽政會比較好 所以再重新再提 學者進一步表示 土地正式調理必須全民檢討 為土地正式表現 是不是有公共利益的釐清 在土地所有款民 原正表達意見的管理 由共聽會 收政委聽政會就是重要一步 這樣的公聽會跟表達意見 其實都是一種敷衍式的參與 那因為聽政會具有法定的地位 而且透過聽政可以釐清很多的事情 岸國立委要記載 克蘇每一家政修案件 都辦理聽政會 因為人家經費有限 強行的事情上有困難 而且上場只有 占對重大電視 協助的政議案件 採取想援金的聽政政事 記者綜合報道